38军为何被称为万岁军 本期详细推演万岁军风神之战始末 时间开始于26号凌晨3点 38军特遣队终于万险之中到达了武陵桥外围 第一时间埋伏在两侧高地之上 静待天亮 早上6点 特遣队发起对武陵桥的争夺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 全肩敌人 7点30分 一声巨响武陵桥被炸断 德川已无难逃之路 他们炸桥时 很巧的是刚好有伪军车队向南行驶 第一辆车直接被炸下山沟 后续车辆见状不妙 掉头跑回了德川城内 早上8点 也就是特遣队切断武陵桥后的半小时 1130准时抵达德川南侧 112控制了德川西侧 114拿下了德川东侧 38军精确到小时的行军尾点 没出一点差错 城内的尾七师师长 说出了一句看似真理的废话 他说我们好像被全包围了 下属是哭也哭不得 笑也笑不得 这不是废话吗 昨晚外围偶尔传来炮声 却没有听到哪里回报战况 派出去的侦察兵也没见回来 尾七师向美军电告救命 美军司令部却回他 切勿大惊小怪 不过是对方惯用的游击骚扰而已 昨晚与38军同步行动的还有 40军进攻新兴洞 美二师后方力量 马上掉头向着球场方向收缩 42军也把尾八师围在了宁远城内 26号下午 梁兴出军长一看 现在敌人已经插翅南非 我军是万事俱备 敢等着 那不等于给敌人创造机会吗 打念太多导致一再延误军机 当机立断 这还等什么晚上 马上勒口袋 全面收缩包围圈 围歼尾七师 38军全军上下 憋了一个多月的火 一股脑砸在了尾七师头上 尾七师喊天天不灵 较地地不硬 美军侦察机发现后 试着给他们进行火力掩护 帮他们突围 一共三次兵力相对集中的突围行动 军已失败告终 突围无望 尾七师彻底乱了阵脚 从火力冲锋 再到后来的白刃突围 战斗持续到傍晚七点 德川安静了下来 尾七师除少数人 钻山林逃跑外 基本被全歼 当晚 五十六十六三十九 也开始同步出击 也就是说 志愿军十三兵团 六个军亮相完毕 名牌火力全开 11月27号早晨 美国公开表态 大韩民国第二军团 被全部歼灭 他们已经完全消失 不复存在 在地图和战场上 再也不会出现 这个部队的痕迹 沃克预示到 志愿军可能比他们 预测的多得多 所以做出西线 全面收缩的命令 他们虽然意识到了 我军的兵力 但是没意识到 我军的部署 三所里是军鱼里的退路 美军机动部队 必走之路 这里是伊玛平川的 平原地带 三所里正是这条路上 唯一有山有水 且相对较窄的地方 就当是双方位置来看 对于我军来说 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敌人距离30公里 且是机动部队 38军 铁脚板 72.5公里 38军必须要靠双脚 跑赢电报 跑赢敌人的汽车坦克 梁兴出军长 接到命令后 义无反顾地说 我38军在命令面前 从来不会说不 我们只有一句话 进去办成任务 对于我军的汽车坦克 我军的汽车坦克 我军的汽车坦克 我军的汽车坦克